今天下午1點多 民眾發現北市大同區赤峰街 有一處路面忽然塌陷 驚陷一個巨大的天坑 而這個坑洞長大約5米 深度達2.5米 工程處初步判斷 是底下的管線穿越側溝壁 泥刷沖刷走之後 造成地面下陷 後續已經回填完畢 等待安全檢測之後 才會開放通行 巨大坑洞在馬路中央 往下一看黑壓壓深邃無底 勃勃的搏油下 幾乎沒有路基 周圍搏油還持續出現裂縫 台北大同區赤峰街 此次還要冒出巨大天坑 但就在事發前 附近居民經過時 路面已經出現大裂縫 大家人心惶惶 大概11點的時候 好明顯路面是用肉眼 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在往下 往下 往下塌 那它是先地層下線的一個狀況 然後大概到12點半左右的時候 就開始陸陸續續塌線 跟出現有坑洞的情形 大概等於是一個房車的大小 北市又建地基掏空 公務局道場開瓦 發現越挖洞越大 最後敖線範圍長約5米 寬2米 深度接近一層樓 距離一旁住家不到3公尺 緊急封路撤離周邊14戶住家 初步研判 一次公園下方不明管線 導致地底掏空 路面崩塌 一個側溝穿越的一個管線 造成的一些苦沙的一個流失 暫時我們先做一個回田工作 讓整個道路的通行安全能夠獲得保障 公務局強調地面回田後 還要經過檢測養護 判斷安全無餘才會開放通行 只是地層下線問題 也發生在基隆百一街 檢案工地旁的民宅 不只住址裏縫隙大道能伸進手指 牆壁瓷磚也凸起出現裂痕 大樓有點誇張 台北市大直才出現大樓下線 現在住戶寢食南安 是否都發出道場會刊 後續將請第三方公正技師協助鑑定 要求公地改善安全設施 保障附近居民的生命財產 藉中山陽成為台北基隆報導 有下廓 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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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